36位上海的慈介之工 历经五小时车程来到孔荡大爱村 端午佳节为工人 相亲送上关怀 烈日下抱着热情 90度弯腰 地上爱心粽和水果 碰到车辆驶过 不过扬起的尘土也远远迎上去 马不停蹄的工程进入倒数阶段 主公们都很感动 在发生轮卷风的时候 我也在这附近出差 所以那一天晚上是很受惊的 第二天就看到孔荡村 就整个村都没了 其实心里也是非常的沉痛 然后今天来看 哇 房子都起来了 真是这个爱的力量是不可思议的 那那种感动不是看到房子的落成 是看到房子落成的背后 有太多的太多的人 直接付出的 间接付出的 这次人关怀首次走入富宁 板湖州新小学 给300位同学带来禁思与教学 自己在学校做老师 其实我们没有专门的这样的教学 有禁思与的方式 然后教给他们一些人生的道理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机会非常难得 以首次结合人议会 为村民健康咨询量血压 看牙齿 苏宁这边的话 因为是属于苏北 贫困地区 肯定一些村民的话 其实并没有说很好的 维护一些口腔的疾病 所以我就想过来 之后都要用清水 用开始疏疏口 好不好 汇聚爱的力量 志工都是孔荡大爱村的后盾 大爱新闻知识美志工 江苏报导 要向您介绍这一对在新